女王走了,再也没人能够治好英联邦的精神内耗了 大家好,我是萧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 今天我们聊聊英国女王伊丽莎贝二世嫁红 享年96岁,她的离世将给英联邦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来自英国方面的最新消息 英国女王伊丽莎贝二世嫁红 享年96岁,她的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作为一个在位70多年的英国权力顶峰人物 她亲眼目睹了英国有胜转衰 她刚刚人民完信件英国首相 给英国人留下了一地鸡毛 1952年,伊丽莎贝二世正式成为英国女王 在此后的70多年里,她经历了太多令人纠结 又无法躲避的事情 从伊丽莎贝二世的妹妹 玛格里特选择了一位侍卫 周围恋人开始 英国媒体非常兴奋地发现了新大陆 开始深挖英国王室的黑料 让伊丽莎贝二世有时候很无奈 再后来比较出名的英国王室成员 当属伊丽莎贝二世的儿媳妇戴安娜王妃了 其婚外情让全球观众吃了不少瓜 而查尔斯王子的无能胡作非为 同样也为媒体所津津乐道 女王妹妹经常报绯闻 女王丈夫公开改姓 与女王对着干 也都曾经让这位女王很头疼 整个北京汉宫一直在学习 如何非常艺术地掩盖丑闻 就像去扮演一个剧本一样 伊丽莎贝二世一生都在扮演 英国女王这个角色 掩盖了自己的个性 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她这样的做法 避免了大部分的纠纷 维护了英国王室的形象 保持了民众对英国的国家认同感 然而君主制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年轻一代绝大部分已经不再赞成君主制 已经是事实 特拉斯接受英国女王任命的时候 并没有跪地摩拜 伊丽莎贝二世女王 除了特拉斯比较有个性 个人修养有问题之外 其实也代表着一大部分英国的现代人 这一部分人对王室的权利并不感冒 这似乎代表着君主制已经真的摩洛了 伊丽莎贝二世也可能真的没有料到 这是他任命的最后一届首相 伊丽莎贝二世走了 与其说他给英国留下了一地鸡毛 道不路说 再也没有人能够治好英联邦的精神内耗 伊丽莎贝女王最突出的贡献 还是作为精神的象征 维系着境内英格兰苏格兰维尔市 以及北二兰的微妙平衡 另外也维系着像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认同感 而继位的查尔斯王子很显然还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如今苏格兰北二兰闹独立 在新时代下英国自身也在不断被边缘化 尚且难以独善其身 更别说维系英联邦果结了 在这个时间点上女王的去世 无疑会对整个英国的历史进程造成波动 不过伊丽莎比尔是驾轰 感到最无畏杂陈的应该是查尔斯王子了 他做了70多年的太子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多见 这下终于可以继位了 想比查尔斯王子还是比较开心的 但是以查尔斯王子的年龄还能蹦跶几年呢 再加上一个不省心的特拉斯 能不能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 能源问题 还有组织此起彼伏的国内独立浪潮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这一滴鸡毛的英国现状 让查尔斯王子未来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伊丽莎比尔是现在离去 也算是解脱了 女王一路走好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